近年来,达文西手术因为伤口小,复原快,是许多手术病人的首选。 但是费用昂贵让病患吃不消。 现在健保署宣布,包括肝、肺、肠、切除等17项达文西手术费, 未来将会纳入健保给付,最快明年3月1号公告实施。 像是昂贵的十二纸肠、切除术等手术,最多能够省下16万。 达文西机械手臂辅助手术,近年常用于泌尿科、消化外科等临床治疗, 不仅能缩短手术时间,还能减少出血量。 现在健保署宣布,外来民众选择肝部分切除术等17项达文西手术, 都将纳入健保给付。 你用不同的器材的时候,额外的,在目前来讲,因为健保的资源有限的时候, 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每个民众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, 但至少在原来应该在健保署你开刀的部分的话,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合理的给付。 过去因为使用达文西手术的方式的话, 会进入到智慧,会大部分都用智慧来收取, 那现在是有一些就已经纳入健保, 那这样子的话对民众是有利的。 受到胸腔外科和仪藏学会等多个医学会建议, 促使健保署决定将肝肺肠胰等17项的达文西手术, 未来都纳入健保给付, 其中最多人使用的低前卫直肠切除术, 大约能够让病患省下9.7万, 而昂贵的舌肢肠切除术等手术最多能省下16万, 至于肝部分切除术也能省下至少5.8万, 预计新智将在明年3月1号起实施, 每年约有近千人受惠。 我现在对整个台湾的医疗的科技的进步, 应该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, 我想对整个台湾的外科医师来讲的话, 他们会更想说是善用新的工具, 去提供给民众好的一个治疗。 新智上路后,健保每年得多支出大约8400万左右, 但期望借此提供民众与时俱进的医疗技术, 也减轻就疫负担, 记者宇文辰,沈志明台北报道,